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緊接著我們來關注一下 現在大家都在看 因為中美之間的角力 現在是不是已經延伸到說 連軍火的輸出 都要爭搶全球的主導權發話權 現在中國大陸 打算要把胖妞 也就是他們的運20的運輸機 是不是也要賣給巴基斯坦 他們之前賣了殲30的隱形機之後 現在要傳出 是要賣給奈吉利亞這個胖妞 多用途的運輸機 它的運20系列的性能 相當於是美國的C17 全球霸王運輸機 全球大概只有中美二三國 擁有這種自製軍用機 多用途的運輸機 這樣的一個 就是有這樣可以製造的一個本領 但其他國家就沒有辦法 特別現在大家關注說 中美在搶這樣子的一個 未來的軍火市場 那殲-10C的戰機 也飛向了中東來搶市嗎 在1月9號時候 我們看到中時有這樣的報導 說杜拜的航空展 大陸也要大秀身手 殲-10C在2018年 完成重大的升級之後 首度在中東亮相 這一款戰機也被譬喻說 是美國的F-16 大概同等級 同規格層級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2022年 當時俄乌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也有報導過 其實在塞爾維亞 武器期那時候還特別說 我們買了中國大陸的 紅旗-22防空系統 他甚至還去親吻了這些東西 就是這些武器 就是展現說我們覺得這是我們 塞爾維亞軍方最新的驕傲 所以他其實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 等於說武器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那還有這個2023年10月份 也就去年10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也看到 這個美國批准丹麥向阿根廷出售 二手的F-16戰機 為的就是要阻斷 這個中國大陸的蕭龍 因為其實本來阿根廷 也是有意要買蕭龍的 他們就講說 不行 我們趕快 不能讓他把蕭龍賣給阿根廷 所以現在看起來 中美的角力也在這個 軍火市場上面 也開始這個分庭抗禮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兩年來首次 中美現在要重新重啟了這個軍事會談 那中國大陸的中央軍委辦公室的副主任宋言超 他提到了 敦促美方要減少南海的軍事部署以及挑釁 停止武裝台灣 那美國的國防部副部長蔡斯 他們就講說 會繼續執行航行自由的任務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這個軍事上面的一些衝突 其實都是來自於說歐美的一些抵禁偵查 那中國大陸當然會覺得說 你一直跑到我家門口來幹什麼呢 所以美國指控說 中國大陸解放軍在東海 南海一些危險攔截 中國大陸就立刻回擊 他說請停止你的抵禁偵查 那另外我們看看 在去年6月的時候 美國的戰鬥派遣也抵禁了中國大陸的海岸30里來密集的偵查 甚至王毅也抱怨說光是軍機 在2023年上半年就來了3000多架 所以最近大家看 這個央視有特別曝光一個新的畫面 首次曝光現場畫面是萬噸的南昌艦 他們就說 其實解放軍055萬噸大艦 這個南昌艦 其實在2022年的時候 在西太平洋執行任務的時候 曾經有遇到外軍的挑釁 然後南昌艦旁邊的畫面 就出現了兩架的戰鬥機 南昌艦隨即將飛彈發射的蓋板打開 所以當時雙方險些開打 差點擦槍走火 但是現在2024年才公佈這個兩年前的畫面 所以足以顯示出來 他們面對這個外軍挑釁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有做好相對應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那目前大家關注到說 這個東亞的這個緊張趨勢 這個麻生太郎他提到了 台灣有事必然發生 並且也會成為事關日本生存的危機事態 他這樣的發言 中國大陸不以為然 他們的駐日大使發言人 他們講到說日本的政客再次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大放厥詞 這是自不量力 心懷不軌 另外在南亞這邊 現在印尼已經準備好要跟東南亞的國家合作 說要達成南海的行為準則 然後印尼的總統佐科威 也跟菲律賓的領導人在會談的時候 談論到未來南海問題 以及國防上面的合作 但是現在菲律賓就是一直在仁愛礁這邊 他們現在打算要用這個建物來實質佔領仁愛礁 這恐怕是踩到了中國大陸的底線 所以中國的大陸的一些智庫他們就嗆聲 他就說將要引發新一波的佔領活動 他們講說這樣的一個佔領活動 南海海域這邊還有100多個無人島礁 接下來恐怕會引發周邊各國新一波的佔領行動 恐怕又會挑起雙方的爭端 這個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鄭遠哥 南海其實問題比較小 仁愛礁 貝利賓想要建立什麼 永久性的民用建築 大陸的阻擋能力是輕而易舉 只是要不要阻擋而已 那不是問題 至於日本的政治人物愛講什麼話 他就看準了你大陸拿他沒辦法 他就不斷的放話 如果你大陸有辦法的話 他就不敢講話 理由很簡單 因為大陸有一些導彈是對準台灣 不要對準台灣 弄個1000顆核組去對準福岡 我保證麻生太郎第二天就閉嘴 因為福岡是他的選區 這個國際政治就是很現實的 你拿他沒辦法 你不敢對他怎麼樣 他聲音就會很大 你拿他有辦法 對不起 他就閉嘴 就像福塞組織一樣 美軍現在拿到沒辦法 當然聲音很大 如果你拿他有辦法的話 他保證夾著尾巴就跑了 國際政治就是靠實力 實力 中國的軍事力量 當然是一天一天在成長 比如說你運20運輸機 可以賣到奈及利亞 它是現在全世界 少數運載量 可以超過50公噸的軍用運輸機 它最高可以運到66公噸 跟美國 俄羅斯的是相同體型的 而且可以飛得非常的遠 再來 他所謂賣給巴基斯坦的殲31 這是第五代的戰機 到底賣了沒有我們不曉得 但這個可能是第五代戰機 第一次外銷到巴基斯坦 這個也相當有的戰鬥力的 至於殲10是第四代戰機 中東是滿適合的 因為中東的國家跟國家之間 距離都很近 我是覺得比較可能有 應用在戰場上的 現在塞爾維亞正是在亂 因為選機選後還擺不平 用宏旗22是一種中遠程的防空 地對空的導彈 可以攔截戰鬥機 轟炸機 也可以攔截來襲的 空對地的導彈 對於這樣的一個宏旗22 它的作戰半徑遠到100公里 所以適合是所謂的中遠程的 大陸還有一款紅旗9 大概可以到達260公里 它現在賣的是100公里的 可能不想要干擾到周邊國家 美國跟這個 中國在競爭 在軍火 這是可以想見的 因為蕭龍戰機的 目前銷售狀況 CP值的確是比F16來得高 但是如果只是軍售競爭 不影響大局 基本上無所謂 大家各憑本事 美國跟大陸要重啟軍事會談 基本上是各說各話 大陸方面說 你要減少對台灣的武裝 然後要減少在南海的部署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抵近偵察 可是美國說 我沒有抵近偵察 我是自由航行 請問一下自由航行 跟抵近偵察的界限在哪裡 美國只要自由航行 什麼事都能幹 如果同樣的模式 解放軍靠近加州 美國的海軍艦隊的 所謂第三艦隊的基地的話 我相信美國不會那麼客氣 他就看你現在解放軍 拿他沒辦法 你的解放軍的艦隊 還沒有辦法跑那麼遠 你在附近沒有基地 所以因此就吃定你了 如果你有辦法的話 他也會乖乖的 彼此摸一摸就走了 就像現在 這個福特化航空母艦 看一看 實在是在以色列哈馬斯打 不干他的事 他也幫不上 彼此摸不就走了 所以要讓美國人 彼此摸就走了 你有實力贏過他 所以大陸的實力還要再加強 好 我們邰將軍 我介紹一下南昌艦 我們要講一些內行的話 南昌艦是2014年才開始動工 但是他成軍是什麼時候 2000年就已經正式的服役 只有6年的時間 你知道一艘軍艦 從他開始開工 建造 到完成以後 他要西裝 要人員要訓練 如果6年的時間完成 速度非常非常快 南昌艦還有一個特色 他在船上的官兵的年齡 平均只有20幾歲 都非常年輕 他為什麼可以那麼年輕 就接這條艦 而且執行作戰任務 就是解放軍有刻意的培養 這些人 然後在他們這條軍艦 開始建造的時候 這批的艦上官兵 準備上艦的官兵 就已經在船上面 在工廠裡面 跟這些工人一起在那邊 建造這條船 所以他一完工以後 船上的官兵 上艦的官兵 對船上的所有的細節 不管是電子戰 或者是雷達 或者魚雷 或者防空 反艦 各種系統 他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可以在六年之內 很快就可以成軍 成軍以後這條船 我特別跟大家講 為什麼取名南昌 而且意義那麼重大 第一個 它是第一艘055的萬頓大區 第二個 它南昌這個名字是第三條船 它以前已經有兩條船叫南昌 它為了傳承 這個軍神的意義來講的話 所以它第三條的萬頓大區 第一艘的萬頓大區 就把南昌這個名字 沿用到這條船上面 它那麼年輕的軍官幹什麼 它就是為了後續來講 所有的萬頓大區 我很快都可以成軍 因為有了一批年輕的軍官以後 然後這些年輕的軍官 他可以服役的時間很長 就長留久任 我很快可以讓這些官兵 成為總子交官 可以一條船 一條船去銜接 所以就可以做到無縫交接 形成海軍戰略 我覺得從董軍擔任國防部長 我們就看出來中共準備 向海洋深藍 它發展了一個重要的意義 另外一個就是說 美國為什麼讓丹麥 去賣給阿根廷F-16 端然中國蕭龍 這東西可能大家不知道 大家要曉得 這個阿根廷跟英國是有仇的 你知道 他是為了福克蘭群島 跟英國打過仗的 所以美國很怕 阿根廷又跟英國打仗 如果阿根廷跟英國打仗 用了蕭龍戰機來講的話 美國就阻止不了 所以他賣給他F-16 賣給他F-16 他就有在裡面會做手腳 就是你不能對英國的戰機 來實施攻擊 來實施作戰 我就把你的電子系統給你關掉 所以這也就是阿根廷 迫於無奈必須買 舊款的F-16二手戰機 然後也不買中國的蕭龍 這也就是為什麼蕭龍 其他國家會買 因為他們不會被中國 美國在F-16上面動手腳 所以這些國家寧可買 中國的蕭龍 而不願意去買美國的戰機 道理就在這邊 好 請教楊老師 其實習拜會之後 中美關係是走向和緩的基調 今年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定調 你看到他們的班機也在恢復當中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 部長劉建超 現在正在華盛頓訪問過程當中 還跟美國國安會的高層有過會面 然後在9號的時候 恢復到了第17次的所謂的軍事會談 你看到的是中央軍委會辦公室的 副主任跟美國的負責 中國蒙古台灣的助理 副助理部長蔡思 所以他這個基調是定了 但是各位 我們馬上這個台灣的大選 會改變這個基調嗎 我覺得很有可能 如果是賴齊德上來的話 那一定會兩岸之間出現動盪 動盪的意思可能就是包含 經濟上的反制軍事的演習 但還沒有到危機 但是以這個動作出來的時候 美國一定也會有一些動作出來 所以你看到 這邊沒有提到的 美國現在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是美國國安會 最主要放話的這個管道 說選後會派民主黨籍的前政府高官 而且都是國安高官到台灣來 然後剛這麼好 也這麼巧 麻生太郎 現在還是日本自民黨的副總裁 就在美國做這個演講 他的演講就是說 對於台灣加強施壓的中國 大陸應該進行牽制 美日之間 那武統只會造成 國際的秩序的混亂 絕不允許 他這麼講 還不能放棄對話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其實金融時報 跟麻生太郎的講話 在台灣大選之前 到底是戒選呢 還是提醒 因為他講的是兵兵戰危 他馬上兵分三落 連位報都講說 一方面又是一種嚇阻 但另外一方面又表達 對台灣的支持 這個訊息 這個訊號是很複雜 但是可以想像的是 如果賴清德上來之後 這台灣大選會 整個打亂掉美國 跟中國之間和緩的基調 而會走向不斷的這種 動作 回應 回應動作 這種循環的這種 情勢的升高 我覺得其實 當然在今年上半年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情勢 中美的情勢會以對抗為主軸 而且是在台灣 作為東美對抗的主軸 所以衛報就講說 這會定調未來中美的關係 就這一次的大選 就是這樣